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幫客人改裝他的奈何瑞西 因為他是跟我買回去要自己來露營用的 然後我問了很多家 大家都沒有比較興致缺缺 可能是第一個施工比較困難 第二個費用真的比較高一點 所以最後決定自己來幫客人DIY 那完成他的美夢 順便幫自己增加一項記憶 那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 然後可以進去 也不用保持什麼 dużo 很生常由 衝雨 金oms 還在衞工 煎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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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要幫客人 改裝露營車喔 對啊 改裝露營車 很難嗎 不會啦 其實看你要改是什麼 比如說 你想改木座 那你就要 中華的基因技術 或者是 對木頭對材料 就變成基本的認識 所以中華是要準備 準備好箱子 要露營的工具 像鋸台啊 線鋸啊 白膠啊 然後 螺絲的選用 這些都要有 當資本的認知就可以了 如果家裡 家裡有一些 基本的工具箱 就直接拿來用 啊 因為這麼起植 線鋸 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 我也不太建議大家 買太多 太貴的工具 因為這可能都是用一次的 如果平常自己就有 在做一點DIY的 觀眾 那就很簡單啦 因為基本的工具都用 那 我很好奇耶 像 我們這樣 改裝車子的話 那我們有辦法去做驗車嗎 錄影車 驗車就只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你的座位數 因為貨車只有兩個人座 就是前面那兩個 貨車是不允許後面有座位的 所以你要一開始就設定好 你要五人座 七人座 還是兩人座 那如果設定好了 之後就會比較好安排 你要裝你的東西 如果你要保有原本的座位 那你的設計什麼 就會不一樣 第二個是那個 車頂架 那如果說你要 你要安裝車頂架的話 你要準備它安審報告 然後再去驗車場驗車 做行李箱 做行李箱 所以你那一支桿子 那個夾具 一定要是有安審證明的 要有發表 要有報告 那可以合法驗車 所以只要我把資料準備好 去監理站做申請 就OK了嗎 對啊 只要有安審證明 就驗得過 安審證明跟發表 這兩個東西一定要 不然你網路上買的蝦皮那些 那個沒有發表 沒有證明的 那個都沒辦法合法變更 那像我們這樣 改裝的話 客人的預算 大概是 花到多少錢啊 它要改的東西就是 車頂架 然後門版的裝化碼 還有它地板要鋪草皮 然後一些簡易的擺飾 我覺得我大概抓 預算可以控制在多少塊 車頂架如果 驗過了 它只是基底而已 如果它架子要買貴 那就是它自己要選標 那如果說 它要買比較貴的裝飾品 比較貴的燈具 那你就另外再提款 還有豪華的 像 廚具啊 有的還有裝那個 蓮蓬頭 還有裝那個熱水的 還有一些電系的東西 冷氣的 那個都很貴 我是覺得 它 想得還蠻清楚的 就是 它只是要睡覺 偶爾去釣魚 然後可以有 然後 側邊這樣打開來 做一個 簡單來說它要把 用車子的功能 替代它的帳篷 那這樣其實很可以 好 好 好 謝謝 啊,啊,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DIY就到這邊 我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跟動了哪些東西 一共像這樣子的門片 有約莫喔 總共7片 目前只做到這裡 那我今天用的材料 一共花了我2000塊 五金的部分1000塊 所以我花了3000塊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裝潢 希望車主會喜歡 ok 我要去吃飯了 掰掰